- 走了啦!金宝! - 好啊!柴哥!走啊! - 我都没说要去哪里!你就要跟我走啊! - 你不怕我把你拐去卖啊! - 是有点怕啦!但是我相信柴哥是不会害我的! - 果然全世界最了解我的还是你啊!金宝! - 全公司的年轻人我最看好的就是你! - 柴哥!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完美啊! - 这全都是因为你英明的带领之下才能成就现在的我啊! - 哈哈哈哈!说得太好了!金宝! - 连我都开始佩服我自己了!哈哈哈哈! - 柴哥好棒啊! - 那两个宝权好夸张哦!上班一直打雾摸鱼! - 万一有小偷进来,他们负得起责任吗? - 对啊!尤其是那个老头,看起来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! - 在他旁边还会闻到一股臭酸味! - 欸!柴哥!英明!柴哥!外乎! - 好了好了!低调一点啊!你一定把我过度神话了! - 很容易遭到旁边的人眼红啊! - 欸!啊!我刚刚要跟你说什么啊! - 啊!对啦!我刚刚在公司看了拍板表,你明天休假吧! - 对啊!我明天休息啊!怎么了! - 走了啦!明天一起去吃寿司了! - 吃寿司哦!啊!不行啊!柴哥! - 现在月底了啦!寿司我吃不起啦! -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!来!你看看我发现了什么! - 寿司无限之道宝! - 柴哥!可是他上面写说名字里面要有鲑鱼两个字才能免费欸! - 柴哥!可是他上面写说名字里面要有鲑鱼两个字才能免费欸! - 改名字!啊哈哈哈哈哈哈! - 哇哈哈哈哈哈哈! -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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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- 柴哥!没想到改个名字这么快这么容易啊! - 的确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! - 不过就过往的经验,事情越顺利,我们就应该更小心谨慎! - 柴哥!你说的很有道理! - 那我们互相再检查一下身份证上的名字有没有问题! - 柴哥!我一直觉得你这次改的名字相当霸气欸! - 林北出鲑鱼发大财! - 霸气那是一定要的啊! - 毕竟人生第一次改名字嘛! - 不过倒是你的名字,计划的也太周详了吧! - 真爱吃鲑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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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目鱼,鲜鱼,鲜鱼,美人鱼! - 等等金宝! - 为什么会有美人鱼啊? - 哦,因为没吃过啊,感觉应该会很贵吧! - 所以就顺便把它加到名字里面,搞不好有机会吃到免费的欸! - 是哦,那到时候要记得跟我讲一下口感喔! - 财哥,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整桌的寿司都是免费的欸! - 仿佛就像是在做梦一样! - 哈哈,这一切当然都是真的啦!你看一下隔壁那一桌,肯定也是跟我们一样去改了名字! - 哇塞,他最起码已经吃超过一百盘了吧! - 我看不止了吧,少说也超过一百五十盘了吧! - 这个人也太猛了吧! - 好,苏朗姆苏丁,我们也赶紧来给他吃一波吧! - 先来吃个鲑鱼寿司暖暖身! - 嗯,有夸好吃的呢! - 有夸好吃的了! - 你火中鲎噢!有沒有那麼誇张啊? 啊! 嘩!嘩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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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啊?! 是芥末 剛好那塊鮭魚壽司的芥末加太多了 喂 柴哥,怎麼了?再吃啊 你先繼續吃,我去休息一下抽個煙 帥哥,你臉上沾到了光榮的勳章了 剛剛看你吃超級多的 想必你也是去把名字改成了鮭魚了吧 我沒有改名字啊 我只是早上沒有吃早餐肚子有點餓而已啊 而且你說的那個改名字的活動 昨天就已經結束了啦 嘿嘿嘿 你...你...你剛剛說什麼? 這次活動海報,你自己看啊 你看他的活動日期是17、18號 但是今天已經是19號了耶 完蛋了,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啊 剛剛吃了那堆壽司 少說也要將近一萬塊 我哪裡有那麼多錢啊 該怎麼辦啊 好啦,看來也只有這樣子做了 還... 嘿嘿,聽報,抱歉了 這次就先讓你一個很堪的 畢竟你還年輕 而我還有老婆孩子要養啊 不過我相信你一定能夠逢凶化吉的 哼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多聲後開始 奇怪柴哥去抽菸怎麼抽那麼久啊 電話也都不接 啊 嘩嘩嘩 耶 勝敗盤成功